来看到神鬼交锋的情节 在台中的清泉岗机场真实上演 好 在今天的清晨 因为这个变压电跳电的情况 所以呢 造成了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在这里几乎都是没有电源的 也因此呢 一名33岁的越南籍的坏牢 而且他的身份是通戏犯 就趁着这个时候 堂而皇之地直接搭祭出镜 神鬼交锋男主角假扮机师 帅气搭祭离开 在台中清泉岗机场 竟有越南籍的通气饭 趁机场停电直接搭机离台 一名33岁的越南籍男子 在清晨5点48分 来到华信航空柜台买机票化位 但两分钟后5点50分 国际航下全区跳电 当时华信航空柜台的备用电力启动 这名越南籍男子因为航空公司电脑 无法查验出他是桃园地检署 发布的诈期通气饭 和移民署资料中的桃医外劳 让他转到下一站的移民署查验柜台 但移民署清泉岗国境队 却因为备用电力只维持了半小时就断电 6点20分改为人工超路 由于没有电脑可查 男子的护照也没有问题 就让他出境 等到6点50分恢复供电后 重新在电脑登录资料 到了7点半发现通气饭的资料有意义 但同时间他搭乘到越南河内的飞机 已经在跑道滑行 来不及拦阻 在人工查验的80几笔的资料 一笔一笔的输入电脑里面做查核 那这个人他是在我们在灯打 最后一笔的时候才跳出来 他一次有管制的电脑档 怎么会那么刚好 是否有人为疏失 民众认为安检有漏洞 本来出入境就是很严格的 那个怎么可能让他跑出去呢 应该是安检 可能有很大的漏洞吧 目前这名通缉犯已经顺利的入境越南 移民署透过越南官方 希望把人再押回来 但台越双方没有司法互助系统 要引渡回台需要花时间处理 但停电时机实在太过巧合 跳电的原因 民航局和移民署都要追查 记者洪林辉张哲元 森小组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